這個東西特別注意喔 這邊的話呢 for後面這個變數是它的 哪個字到哪個字喔 這個都固定嘛 那有一些是可以自己改的 哪些可以自己改 這個叫什麼current 目前的這個字啦 就是取哪個字有沒有 那這個是變數名稱喔 所以這個變數名稱如果假設你要改 因為好像你們的跟我的不一樣 你們可能叫什麼char比較短 那你說老師這個名稱 是不是要跟你改一模 沒有啦 你甚至可以把它改 像我的習慣 像我如果看到這麼冗長的一個變數名稱 我通常會改成很短的 比如說改個C就好 有沒有這邊改C 但是如果你這邊改C有沒有 你下面這邊也要改成C 反正呢 你這個變數名稱呢 就要改成一模一樣的 有沒有好像有幾個 一二三三個嘛 所以 所以它這個意思是說先得到那個字 那我再拿 比如說先得到C嘛 那我再拿這個字有沒有去做其他的用途啦 OK 比如說像什麼realt test這個有沒有 那這個一樣嘛 你如果覺得太長了嘛 你這邊有三個嘛 你全部改改成R可不可以啊 當然可以啊 也不影響啦 OK 而且甚至會感覺好像這個程式瞬間好像感覺 突然間字變好少哦 感覺看起來比較友善一點有沒有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這種感覺 像以前哦 字都打太多哦 同學都會覺得說 哇好恐怖 這個這個程式怎麼這麼多 有沒有 所以我盡量能刪的就把它刪光光了 能不要的像nessi這個i也可以拿掉 有沒有 這樣子突然間哇 程式變好乾淨哦 有沒有 這樣子的結果 自己也看得比較清爽 但是你要知道哪些可以改哦 哪些不能改哦 你不能說哦 老師那個for我也要改 把它改成f就好了 可不可以 當然不行啦 因為for這個是固定的 而且甚至你不要問我說老師為什麼他就要for啊 那我可不可以把它改成另外一個名稱 那我可不可以把它改成另外一個名稱 當然不行啦 因為它是固定的 所以如果是固定的那你就要記得 這個是遵守的有點像交通規則 這個是搭定好的啦 OK哦 你不能改了 你就遵守就好了 好 所以其他大概這樣啦 這樣改完會不會失敗 應該如果假設沒改錯的話 我們試一下 插入函數 中文函數 這邊輸入這個 按確定 向下填滿 沒有問題啦 有沒有 只是名稱問題啦 OK 所以這個名稱太隱藏 反正你就不然就取個簡單的名稱也OK 所以上面的方法都一樣 好 那接下來的話呢 如果我今天希望把它改一下 改成三個按鈕 所以這個也不需要另外再多一個工作表 我希望未來呢 可以在旁邊多 第一個按鈕叫中文好了 按下去這邊出現 一個英文按下去這邊出現 一直可以推 那最後一個清除 清除就全部清啦 所以清除的話 也可以自己寫啦 你就寫一個range 從B2到D8 有沒有 等於空的 那就清掉 所以如果假設我希望 執行SUB 那這個時候怎麼做 一樣 如果你有function 你就請chd 直接幫你轉就好了 很簡單嘛 一樣的道理 一樣的邏輯嘛 你就第一步 如果你不會中文轉換 你就直接把這個程式Ctrl C 對不對 你不會轉 沒關係 你就直接 閉著眼睛應該都會 你就直接怎麼樣 開一個新的對話 然後跟他講說什麼 請幫我轉為VBA 請也不用了 幫我好了 幫我轉 蓋為也可以啦 反正就是他知道 蓋為VBA的SUB 好細心 我都忘記了 我有時候直接要貼 同學很細心 回去應該要練習 這個SUB特別之處 跟function最大的差別 就是function他知道 return結果到哪個儲存格 因為你優標已經先點了 可是呢 如果你是SUB 你沒有辦法跟他 所以你要多跟他講說 你輸出到哪個範圍 所以特別注意 我剛剛還差一點忘記 同學 稍微提醒了我一下 後面多一個輸出 輸出到哪裡呢 輸出到B2 所以B2冒號 再加B應該是第8 B2到B8 OK 然後再來的話呢 就是直接把剛剛的那個程式 直接就豆點貼在這個後面就可以了 有沒有 貼上應該OK啦 他應該可以看得懂 我是覺得 ChargePT在斷詞的上面還蠻厲害的 所以你這個不一定用豆點 你用冒號也可以啦 或你說老師那我可不可以強制他換行 當然也可以啦 可是我覺得沒有必要 因為你這個地方Enter的話有沒有 他就送出了 所以如果你要換行的話 你要按什麼 Shift加Enter 有沒有 特別注意喔 不是Enter喔 你Enter下去他就把問題送出了 如果你要在你這個敘述裡面 強制換行 要先按Shift再加Enter 不過啦 我是覺得不用啦 OK 這個好像沒差 OK 所以這個記不記無所謂 不要記那麼一大堆 最後自己都 有點我覺得不實用 OK 執行一下 好 送出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當然知不知道他對不對啦 其實他看回應大概都知道了 可以將 可以喔 OK 沒有問題 然後方選轉換為Sub 來處理範圍 這個 所以 其實理論上我們應該跟他講 輸入的範圍 不過他自己猜出來了 因為我們只有跟他講輸出嘛 但輸入的範圍沒跟他講 不過他有時候蠻聰明的 他自己猜得出來 可是未來如果說你的資料 並不是在前一欄 而是在另外一個地方的話 那你要跟他講輸入的範圍在哪裡 甚至如果是另外一個工作表 或另外工作部的話 那你也要跟他講 哪一個工作部 工作部指的就是檔案 OK 或者你檔案路徑 哪一個工作表裡面的什麼資料 取出之後轉換到我們指定的這個範圍 OK 那你就可以 可能要講比較詳細一點 因為目前我們是比較簡單 都在同一張工作表 所以沒有講那麼細 OK 那理論上看這個回應應該沒有問題 所以把這個程式複製一下 那只是說這個名稱好像不OK 這個是什麼 他用英文 English 應該是中文才對 他應該 我看一下 我剛剛是貼給他應該是中文 沒錯 所以我先貼到下方 然後把它改成中文好了 這個名稱改成中文 看一下 這個 到底對不對 這個看起來 沒錯 OK 所以他其實也只是轉換而已 那另外的那個 Worksheet的名稱有沒有 這個是 序的E 序的E 這個序的E也沒錯 好 那這樣應該OK了 試一下 所以我通通沒改 只有改一個SYB名稱 知心看看 應該沒問題 那我是建議 如果你要讓它比較簡短的話 其實 這個可以把它刪掉 這個是宣告 有沒有 好 第二個的話 其實還有一個地方 也可以拿掉 就是工作表名稱 其實我是覺得這個也可以不用 因為他每一次 翹序的E我覺得 他有時候會先指定哪個工作表 可是 如果你本來就是這張表的話 你就不用講了 所以我的習慣是 這個可以刪掉 但問題你可以看到 這邊有一個WS 指的是這個工作表 所以底下有沒有發現 只要是Sales 或者是Range的話 他前面都會什麼 WS點有沒有 這個指的是哪一個工作表 裡面哪一個儲存格 所以如果你假設把這一行刪掉 對不對 然後你底下這邊只要有WS點 通常也把它刪掉 其實這樣也可以 有沒有看到 這個刪掉 還有這裡 所以其實WS 哪個工作表的哪個儲存格 這個也把它刪掉 這樣其實就簡單 有沒有 突然間程式變得很精簡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Sub 其實跟Function最大的差別 就是這個Function 它有Return 它是最後把結果 返還到這個儲存 這個Function 這個函數本身 那這個函數本身 會放在某個儲存格 所以把結果丟過來 那這個的話是什麼 這個應該是哪一個列 第二列到第八列 所以輸入直接去抓這個地方 哪一 這一對不對 其實我跟各位講 這邊一你可以改成A 因為Sales後面 它這個是先哪一欄 跟這樣 先哪一列 再哪一欄 所以這個指的是A2 有沒有 先從2到8 所以A2 先抓A2這個儲存格裡面的資料 然後再把這個儲存格裡面的資料 裡面的所有的字 就是一個一個把它抓出來 所以這個也是雙回圈 剛剛同學好像有來問 說他想要瞭解雙回圈 所以這個for i i的話是哪一列 那for j的話是指的是 這個儲存格裡面的所有字 的第幾個字 所以這個j如果等於1的話 抓到資料庫的資 2、3、4 這個是它的總長度 所以它會跑每個字都跑過 然後一樣 它會先利用我剛剛講的ASC 所以它還蠻聰明的 直接就拿我剛剛的那個ASC程式 直接就過來了 它好像一個轉換而已 OK 那轉換成功之後的話 這樣應該OK了 那再來的話 你說老師 那如果 英文跟數字的話 其實跟各位講 如果你這個改完之後 你甚至不用再問它了 你直接拿這個來改 你應該會改了 有沒有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先 請它先幫你改一個 然後呢 你試著精簡之後 試試看好了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喔 好 謝謝 各位 看完